新北市政府继105年推出了全台第一本 新北市建筑物安全指引知识家 今年再接再厉出版系列重书 住在公寓大厦您不可以不知道的几件事知识家2 这本书是以漫画图文浅显易懂的方式 来说明公寓大厦管理法规还有观念 就是要让民众可以轻松搞定您的公寓大小事 新北市公务局5月3号举行住在公寓大厦 您不可不知的几件事知识家2新书发表会 会中首先透过了行动剧凸显公寓大厦住户 经常会产生的纠纷 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表示 新北市政府为了让现行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推广到民间 出版了全台第一本漫画图文系列重书 住在公寓大厦您不可不知的几件事知识家2 希望透过了浅显易懂的图文解说 让住户对于社区大楼管理更清楚 进而减少增值 这本新书每个章节以浅红浅绿浅橘浅蓝 等不同颜色区分 全书共有公寓大厦管多大 住户不可不知的十件事等四大主题 新书发表会上还可以邀请到为本书执笔序言的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起草人戴东雄大法官等人到场共享盛举 公寓局指出这本书将放置于新北市各级图书馆区公所作为区域服务据点咨询参考手册 为了方便民众取悦也发行电子版本手册 欢迎民众到公务局网站下载 记者陈平张曼琪新北市采访报导